经过三年的整修新竹市南大陆上的两栋日式风格的警察宿舍 整修工作已经差不多要进入尾声 即将开放给民众参观使用 文化局指出靠近新竹公园这一侧的场馆 2月5号起举办首档的展览 有很多大型李前朗老师的珍贵收稿展出 那夏竹亭的南大陆日式警察宿舍共有两个场馆 那其中展览馆从2月5号开启式营运 那在开馆的首档特展呢 我们就邀请了国宝级的古迹学者兼建筑画家李前朗教授 规划了足迹往返 那李前朗古建筑首绘图特展 会展出李前朗老师超过30幅珍贵的大型手稿 并搭配互动体验 同时也会设置导览影片 带领民众以时间轴来爬出新竹300年来的建成轨迹 本来这些警察宿舍老旧跟破损不堪 一度面临拆除的命运 但是经过市府的努力保存 投入超过4500万元整修 不但把主体宿舍修复 也保留当初的竹边墙体 乌根以及日式黑瓦 彻底蜕变成南大陆上的新亮点 在107年启动了老树保留老屋活化的老树舍计划 投入了4572万元的经费 重新修复了南大陆的警察宿舍 保留初建石的竹边墙面 屋根日式黑瓦等 维持了历史建筑的真实性 并串联邻近的下足树屋 变身下足亭 文化局表示 未来这两栋馆社会提供艺文展览的空间 并透过文史导览 当代生活百物以及博物馆藏品的进驻 希望营造浓厚的艺文气氛 再结合火车站后站的新竹公园 动物园以及玻璃工艺馆 希望形成一处完整而密集的文化聚落 凯波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